抹茶牛油酥饼 准备进烤箱了 崩出来一样美美的哟 熟悉做法请继续观看影片哟 烹出来挖纹还是美美的只要注意几个细节就行了 请帮忙订阅按赞哟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哟 你们的订阅是我们的动力谢谢啊 准备材料如果喜欢饼干颜色绿点的可以用绿茶粉 把牛油先稍微打几下 打到像这样就可以加入糖粉 糖粉要过筛哟 打发着蓬松 全程用慢速打发 我本身是习惯做酥饼就会打发牛油 如果是做曲奇就不打发牛油了 打发到像这样就可以了 加入蛋黄 就搬至均匀 就搬至均匀 准备加入玉米粉 低筋粉和抹茶粉 要过筛全部的粉类 要过筛全部的粉类 过筛粥 搅拌至均匀 搅拌至均匀 不过筛的粉类 搅拌至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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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盖上盖子 放入冰箱冷藏20分钟 冷藏20分钟后 准备几花 我是喜欢用这口花嘴 几好的饼干放上巧克力做装饰 几花钟 和女儿一起做烘焙 也是算亲子活动哟 哈哈 和女儿一起做烘焙 几花完成咯 漂亮吗 要烘出美美的花纹 就要注意这几个细节了 几好的花纹不能马上烘 一定要冷藏三十分钟后才能烘哟 还有就是烤箱的预热度不能太高 花纹很容易塌哟 还有牛油也不能打得太蓬松 花纹也容易塌 预热烤箱一百五十度五分钟 烘一百六十度三十分钟 这是女儿的杰作 交代我一定要拍下来 她说是笑脸饼 饼干出炉后 等待凉了才进罐子里 有喜欢抹茶味的吗 家人们 我们下个视频见哟 拜拜 我们下个视频见哟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